二十八 人才之成就者 据内因 必依外源之助耳 无惑之邦 独目何妨 玩时美誉 依亦或之金雕而绚丽之道 礼法如是 一个人 具备了真才实学 仅仅是具备了成为人才的内因 不过是一个基础而已 如果没有外因的辅助 它是绝不可能成才的 是不会对人类有益的 因此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首先就要知道 一个人才的成功 具备内因只是单方面 还得具备外源的帮助 正如一根再好的木头 也必须要经过工匠的处理 并与很多料配搭起来 才能建筑高楼大厦 又如一块蒲玉 即便它是一块很好的玉石 但若不拿给高级工艺师 去精雕细琢 把它做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它最终 还是玩时一块 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这就是财力之真理 可以拿来 它是学材的 这就是还有一块 你的大厨 那么黑